大家好 刚才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他要搬到十里银滩去住了 惠州的十里银滩很有名的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 你们知道那的房子有多漂亮吗 那的房价有多低吗 我先给你们看一段 他发给我的视频啊 他在诱惑我 这一趟是23楼 这边是西南高厢 是看海 这是阳台 这是翻一个 靠近 这部的装修跟家里都特别 特别的新 这是个厂 这中央有一个 五四点 这个就是做饭只能用电磁炉了 用香 洗手间 这个是淋浴间 三十公里 这一套是八百包物业和网络 当我这个朋友打电话跟我说 他下个月就要搬到十里银滩去住了 我大叫一声 我说啥 你不是上个月才去十里银滩考察吗 你现在就决定要买吗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 他在十里银滩看中了一套房子 总价29万9 面积69平米 大家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很低了 但是当时我跟他说 我说你别看价格低 但是十里银滩太多房子了 二手房根本就卖不出去 你要是想去捡漏去投资 我劝你要慎重 他说他想买了自己住去养老 我说去养老你也得有配套啊 你得想好呀 这不今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下个月就要搬过去住了 我说你这是不是看着便宜 你这个决定也太草率了 结果我朋友跟我说 他不是买 他是在那先租了一套 我说你为啥又不买 又租一套过去住呢 他说他觉得买房啊 就是自己离开那个地方 只是跟中介联系了一下 人家呢也不会太给他用心 他只有自己租在那里 每天盯着 才能买到更好的房子 才能捡到更漏的损盘 不才能捡到更损的漏 他说呢 他上个月看的 二十九万九的那套房子 已经够满意了 但是这个月中介给他打电话说呢 又降价了 降到二十八万八 他这一听啊 他决定先不买了 先租个房子住 我说那你租房的话 你租那同样大面积的 一个月租金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八百 包水电 管理费和网络 我一听嘛呀 八百块在十里银滩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就可以住上这么漂亮的房子了 我说你等我 咱把深圳房子出租 咱到十里银滩去 咱们到那了 那天天都是适合远方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呀 大家想一想 这么便宜的房子 还给你三包了 你说你在深圳的话 这点钱能干啥呀 我这朋友说 就是这么便宜啊 你看大家买起来还很慎重 他妈妈也跟他说 说你如果是投资 老人家都说了 那你要慎重 那的二手房 指定是不好卖 他之所以能这么便宜 他就是不好卖 如果你是说自己去住 你不妨先租个房子 先住着 你别这么着急呀 你跟谈恋爱似的呀 你先试着交往啊 你先摸摸底呀 你不能一着急 一看人漂亮 你马上就领证啊 你领了证 你想离婚呢 可不是那么简单事了呀 大家看了 惠州十里营滩的房子 有没有像我一样 怦然心动 马上想扑过去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欢迎大家讲一下 自己对当前房地产的看法 谢谢大家